12年數學卷2的17條 這裡就是一個圖 圖裡面的ABCD是一個parallelogram 就是全部平衡 先畫畫 之餘呢 圖中的DF 給這個FC 就會是3比4 就是這個3 而另外呢 AD 和DG 就是1比1 那1比1的意思呢 就是這裡是相等 而另外 我們如果說 本身我們知道 三個型 DFG 現在又在綠色這個 這個面積 是3個CmSquid 就問 這個平衡四比型的area Area of parallelogram ABCD是多少 那這些呢 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通常我們說 有比例的話 不如當這裡是3x那麼長 這裡是4x那麼長 那這個平衡的area 我們當全長是7x 而你要找這個平衡四比型的面積呢 我們小時候 就已經知道 其實 平衡四比的面積呢 其實就是底層高 底層高 那高的意思呢 就是這裡 OK 我們如果知道 如果知道底層高 知道高 是多少的話 那 這個平衡的面積呢 就自然出來了 那這條數呢 我完全沒有編長資料的 那 純粹得這個3cm2 就叫做確切的數字 那其餘的全部是比例 來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我們就會用一些 similar triangle 相似三個型 那這裡呢 我們會看到 這個ad 和這個dg 1比1 那因為平衡四比型的關係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三個型 a g e 會和另外的三個型 d g f 會是 similar 相似的 那 而 相似呢 我們就說 會有個什麼 corresponding similar triangle 那就是什麼呢 對應變成比例呢 而比例來說呢 那麼巧我們這裡知道 有個1比1 但是 1比1呢 這個1呢 其實就不是三個型變長來的 所以 而ag 才是嘛 所以呢 原來這兩個三個型的比例呢 就是1比2的 所以 對應變這個 df 和這個ae 就會是 1比2 那所以 上面的df 是6 是3x的話 下面我們的 ae 就是6x 但是6x 沒有用的 OK 那 這裡其實是不需要知道的 那你只需要知道就是什麼 那 h 同樣 那 我當 這裡滑下來 這個三個型的高 是多少呢 那 我當 其實這裡 就是 對面的這個 所以這個h來的 所以上面 其實都是h來的 這個三個型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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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cm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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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多是多少呢? 5x